三月份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这个战火纷飞的春天是真正属于汉王的春天 短短一个月之内 刘邦得陈平降卫王报 一路春风得意 鼓歌而前 乘着胜利的歌声 刘邦继续向东挺进 他南渡黄河把部队开到了洛城新城 那就是今天河南省一串县 刘邦刚驻军下来 当地有位姓董的老先生主动找上门来了 献给了汉王一件珍贵的宝贝 东老先生这样对刘邦说的 说古往今来啊 两军对垒 那从来都是顺德者昌 逆德者亡 仅天下处汉相争 项羽无道 又流放诛杀了异地 他可谓是天下人人讨伐的对象 如果汉王您能施行人证推广信义 率三军主动为异地发丧 以讨贼之名号召诸侯共同讨伐项羽 那么四海之内将无人不仰恶您的德行而追随您 刘邦一下子就明白了 刘邦杀出汉中夺回关中的内在驱动是什么 是异地之约嘛 那兵出关中向江东推进挂的又是什么名啊 当然是异地的名了 但是心里想做皇帝就算了 不能说出口啊 一说出口就是犯大忌的事啊 可问题又来了 说当皇帝天下就会觉得你野心大 不配为你效劳 那不说吧 人家就会说你私心中只顾报仇 却不顾苍生死活 在这时候刘邦啊我考虑还缺一个出师之名 他想夺天下先给自己证明 如今呢 董老爷子建议刘邦以证明之说为异地发丧 不就是教刘邦给自己涂上人意道德来充当保护色吗 其实这何止是保护色呀 它就是一套攻不破的防弹衣呀 更是进攻敌人最锐利的武器呀 对天下来说异地就是诸侯的父亲 尽管说异地是一个窝囊没用的人 但是毕竟人家还是天下公主人家有这个名 这是抹杀不掉的事实 他没实权不要紧只要他有名就可以 于是刘邦决定利用异地之名召集诸侯 征伐项羽 刘邦确定了这条方针之后 立即使建筑祭坛 为异地举行发丧仪式 在祭坛上刘邦脱下半身衣裳啊 这裸露双臂放声痛哭啊 全军是哀痛三天的 只见刘邦站在高高的祭坛上 向诸侯发出了沉统的宣言 我们异地是天下公主 然而项羽却将他流放 并且杀于江南水道之中 这是打逆不道的行为 今天我愿意率领观众部队 征召天下壮士 与诸侯一起去攻打 诛杀异地的凶手项羽 毫无疑问 刘邦这可不仅仅是作秀 那是宣战啊 此时项羽在哪里啊 项羽正在齐国呢 当他闻听刘邦号召天下凡楚 依然是出力愤怒了 哎呀 可是他在这边跳着脚骂 也没什么用处了 唯有立即发兵 痛击刘邦方能解恨呢 可让项羽意想不到的是 当他刚起身要撤军 离开齐国的时候 却被一个人无情地给拖住了 这个人就是田荣的弟弟田恒 你要说这田氏兄弟呢 真不愧是英雄出身 道歉一个后边接又接上来了 项羽干了田荣之后 田恒仍然掌握了田荣将领的旗帜 然后呢 收集被项羽打散的旗人 竟有数万人之多 田恒在项羽诛杀田荣的承阳 向项羽发难 这项羽想尽快摆平 他就发现坏了 跟丘眼似的 从三月到四月啊 项羽对田恒发动了多次进攻 不但干不掉他 田恒还把田荣之子田广 立为齐王号令齐民 这田恒的力量迅速地壮大起来了 这回项羽是彻底郁闷了 田恒是项羽的军事生涯当中 很少见的硬骨头 他似乎不是在抵抗 摆明了就是要挑衅项羽的军事智慧 和破坏他所向披靡 战无不胜的美丽神话 项羽呢又一次被激怒了 他决定暂时放下刘邦 先把田恒彻底打趴下 再回军打刘邦 可让项羽没想到的是呢 他为了打掉田恒争一口气 这个时候却让刘邦像吹气球一般 一夜之间迅速膨胀起来了 当刘邦为异地举办完丧礼之后 立即发布文告向诸侯征兵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啊 天下之大 属谁最恨项羽 刘邦第一 田荣第二 陈瑜第三 田荣已经战死 刘邦第一个便向陈瑜 提出联合征讨项羽的请求了 但是陈瑜呢 像当初田荣啊 对向梁一样 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对刘邦说了 说要打项羽没问题 但是你得帮我先杀个人 杀谁呀 杀谁 张尔 张尔 没错就是他 这刘邦一下子愣着了 当初向梁就是因为 不答应田荣 杀田甲等人 才落到后来被张涵干掉的命运呢 如果他不杀张尔 难道他要重蹈向梁的命运吗 可张尔 那是刘邦的坐上边肩固有啊 如果杀了他 只会更加不得人心的 因为张尔也是从项羽 队伍当中投奔过来的 把他干掉了 那还有人敢投奔刘邦吗 杀不杀呢 这都是个麻烦的问题 刘邦真的犯了难了 然而刘邦之所以为刘邦 就是因为他总是呢 在关键时刻能够想出 化险唯一的绝招 这个时候他又想到 对付陈瑜的妙招 那就是找了一个和张尔 长得非常相似的替死鬼 把他砍下来 然后呢把他给了陈瑜了 果然的这一招 就把陈瑜给忽悠了 他终于愿意出兵 帮助刘邦了 哎兵不厌诈啊 当初向梁 如果能想到这一招 那现在天下老大的位置 那就非向梁莫属了 这个时候刘邦搞定了陈瑜 其他诸侯也纷纷响应 一夜之间 刘邦实力暴涨 诸侯的总兵力达到了56万 当刘邦带领着这支巨无霸军队 经过外皇的时候 又遇上了曾经被他抛弃 而四处流浪的彭越 此时的彭越 已非彼时的彭越了 他已经结束了 琉璃失所的生活 打回魏地 并且拿下了魏国 施育做城市 随着刘邦的到来 彭越这支部队 就像一条小河汇入大江 把手里仅有的三万兵 使用权交给刘邦 为了感谢彭越的治愈之恩 刘邦封他为魏国魏像 彭越呢 也因此终于混上了一张 正式的官品 有了彭越的鼎力支持呢 刘邦的诸侯联军呢 达到了将近六十万兵力 六十万啊 这个数据可远远超越了 当初项羽进驻细水的时候 四十万大军的 诸侯们就像风吹草摇一样 以前倒向楚的 现在都倒向汗了 刘邦就像当初的项羽一样 率领诸侯联军 浩浩荡荡的前进 只是以前项羽是向西 现在刘邦反过来往东 他决定要把项羽的老巢 彭城彻底抄个底抄天 刘邦没有悬念的进入了彭城 就是今天江苏许种 注意啊 是进入而不是攻入 这时候项羽还在齐国和田横打呢 彭城啊 就是一座空城 根本不设防 对于刘邦这个 曾经受过巨大持弱的人来说 这一天来的实在太爽快了 他就像一土财柱 找到了曾经被人抢走的财物一般 把项羽从乡宫抢来的珠宝美女 又全给抢回来了 大白庆功会 日日之高台 饮酒作乐呀 历史将记住刘邦那个 虚假的伟大胜利日 公元前205年的四月的夏天 这骄傲啊 其实是一种病 刘邦呢 在这儿高兴的实在太早了 这才不过 才打了一个回合 你还没有和项羽真正的 硬碰硬的 面对面的来这么一回 比赛还远远没结束 他却像呢 当初刚进入咸阳城时一样 又犯了盲目乐观主义的错误了 可让人奇怪的是呢 当初樊快和张良还知道劝告 现在却没有一个人叫他警惕项羽 灾难可马上就从天而降了 此时当远在齐国的项羽 听到刘邦用将近六十万大军 抄他老巢的时候 他不是暴怒 也不是抓狂 项羽折的疯了 刘邦啊刘邦啊 你敢抄我老家 你抄我老家 我抄你全军 疯狂的项羽留下部分军队 继续和田恒斗 自己带着三万精兵杀回了盆城 三万精兵啊 换句话来讲 那就是三万特种兵啊 三万特种兵对付六十万杂牌军 差不多相当于一比二十 巨鹿之战 项羽是以一当时 大夫张罕的 但这是因为当时 项羽的敢死队队长 鹰部冲锋在前 给他创造了进攻的机会 所以他才会赢得 那么惊天动力 然而奇怪的是 鹰部被封为王之后 就再也不像以前 那么积极为项羽冲锋了 项羽派他出兵打齐国 他装兵不出来 最后项羽三番五次催他 他才派着几千兵前往住处 鹰部为什么装兵呢 或许啊 这跟鹰部的投机主义思想 作怪有关了 咱们之前呢 介绍过 非常了解市场行情 也非常了解投机 这一套机制的运作规律 项羽的给他说啊 是刺脸之后就能当王 人家只是说当王没称帝 那既然现在王都当上了 那还何必再为项羽拼命呢 反正这辈子也只能当个王了 由此看来 项羽啊 是全天下最孤独的人 那没错 在这黑色的夏天 不在孤独中奋起 就在孤独中灭亡啊 辈愤无比的项羽 只好咬紧牙关 以无限的辈愤之情 实施他这一场伟大而奇迹的绝地大反击 于是呢 项羽以奇迹般的速度调整军队 又以奇迹般的速度 从鲁县 就是今天山东屈服 穿越湖陵 山东渝台 直立萧县 安徽萧县 项羽之所以选择这条路线 只有一个原因 舍尽求远 迷惑诸侯 突袭鹏城 打他个措手不及 此时长日举行庆功宴的汉军 正懒洋洋的准备起床 然而当他们松散的睁开眼睛 时却看见项羽的大军像大雕一般 朝他们这群小劲就扑过来了 完了 完了 一切都完了 项羽的特种狮子军 如入无人之境啊 横冲直撞展开无情的坠杀 鹏城就像杀猪场一样 到处充满任意宰割的死亡前的嚎叫啊 这是一场真正的惊天地 弃鬼神的战争 鹏城 就像是一个密封的铁盒子 被夏天炎热的天气 蒸的里边空气啊 都要爆炸了一般 汉军就像晕了头的苍蝇似的 到处的乱撞 一切都乱了 他们企图从西边冲出棚枝 却被项羽一路赶杀 于是手足无缺的汉军呢 又像一群飞蛾扑火一般 全扑到了谷水和四水 两条河流当中 他们或被杀死 或被淹死 或被自家人踩踏而死 总共竟有十余万人遇难的 渡河无望了 汉军只好重新选择逃生的方向 南边是苍茫的大山 大山是小鸟逃兽们 最好的安全之地啊 于是他们又像洪水一样 全部都涌向了大山 可是项羽呢 就像天空中飞翔的巨无霸的一只大鸟 只扭了一下头 又朝南边的猎物冲去 可怜的汉军呢 又被项羽一路追杀到碎水 又是一片护天抢地的 鬼哭狼嚎啊 汉军全被赶杀入碎水之中 血流成河 湿机如山 碎水被堵断溜 汉军又有十余万人丧命 死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来的迅速和恐怖啊 他巨大的阴影正遮天蔽日般朝刘邦袭来 刘邦慌不择路的也被储君追上 他们里三层外三层密不透风的 把刘邦重重的围住 就是插翅也难逃了 这都是骄傲惹的祸呀 更是饮酒作乐招的灾呀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除非老天爷帮忙 不然刘邦想活过今天 那简直是白日做梦了 刘邦只有闭言准备灯子 那既然如此 那就让死亡来的更猛烈些吧 让这血泪交加和战火无情的乱世 记得我刘三曾经来过这 让苦难的大帝记住这么一个曾经 想仗剑走天下的真男人吧 刘邦缓缓睁开眼睛 他看到的却是一个 非杀走失的昏暗不明的世界 刚刚还是大中午的太阳 才一眨眼的功夫世界就换了天了 刘邦疑惑 这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呀 刘邦当然还活着 他看到的不是地狱 也不是童话 而是真真正正的现实版的 天柱的神话 老天似乎是不忍看着刘邦丧命于此 决定动手相助 明亮的天空突然翻脸 从西北方向吹起了一股狂风 这不是一般的狂风 而是龙卷风 龙卷风所到之处 树木被连根拔起 房屋就像架在沙子上的小木架 被无情的摧毁 最后这股比项羽强悍千百倍的龙卷风 把目标锁向了迎面而来的处军 于是这场人与人的战争 瞬间变成了天与人的斗争 幽暗的天空之下 龙卷风就像阎罗王收拾小鬼一样 把楚军打得狼藉一片 如果不是史记里板板正正 白纸黑字的记载 真不敢相信这事会怎么凑强 就发生在刘邦身上 然而这场狂风大作 更加强政了刘邦贵为龙子的传说 如果刘邦不是天之龙子 老天爷又怎么会愿意 老假亲自出马 面对苍天的出手相助 绝望透顶的刘邦转而欣喜若狂 他标的向老天爷拱手作义 谢了 说完带领士官 十余骑从侧翼逃了出去 他本能的选择了向沛县方向逃跑 因为老婆孩子爹全都在沛县 跑吧 拼了劳命跑啊 刘邦越是跑得急 出军越是追得快 负责追杀刘邦的是继部的母帝丁弓 丁弓像条疯狗一般 从城内一直追到城外 刘邦眼看着丁弓就要咬着他屁股了 突然转头对丁弓喊兄弟 贤人何苦为难贤人呢 丁弓好一会儿才恍然大 哦原来刘邦是叫他贤人 所谓贤人就是有德有才的人 丁弓向来追随项羽 正杀天下 不敢说他没有才 但是要说他有德 那实在是太太就谈了 话说回来 夸丁弓之贤的言语 如果是出自某个烂在嘴里 或许丁弓早就一刀看过去了 然而这是六十万大军的最高领袖 刘邦的金言良语啊 是谁听了都会心里痒痒啊 是啊 英雄为什么要为难英雄呢 丁弓就这么莫名其妙的 停止了对刘邦的追击 提刀立马看着刘邦 从眼皮的底下逃走了 刘邦就此逃脱而去 前回了故乡沛县 此时故乡非彼时故乡了 到处都是惨败的村庄 稀少的翠燕 路人又如惊弓之鸟 沛县的事项就是天下的事项 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所谓采菊东篱下 悠然现南山的世外桃源 那是绝对没有的 刘邦回到家 推开残破的柴门 屋里边一片狼藉 是空无一人的 连一丝熟悉的热气 都闻不着啊 夏日的太阳光线 从破旧的屋顶上落下来 好像是万枝乱箭 射向了刘邦 他眼里就心里 不由得一阵阵的生疼啊 疼是必然 虽然王陵没有成功解救家人 可是你早几日干什么去了 只会在鹏城高台之上 高谈阔论 饮酒狂歌 如今繁华落尽 一切顿成水中花 静中月 自己又落得一副 丧家犬的模样 你才想起来回家呀 就算吕智阿姨们 都不躲在家里 你刘三有脸见他们吗 刘邦只有顺道继续逃亡了 刘邦的逃亡 不是寂寞的逃亡 在他的逃亡之路上 到处都可以看到 大批类似 无头苍蝇的难民 这不是刘邦的错 这是项羽的错呀 项羽就这么一惹德行 他就像一辆蛮横的推土机 凡是他所经过之地 不管多壮丽的城市 还是多清静的村庄 他都不管三七二十一 推过去 项羽从举世反秦 到如今与刘邦争天下 一路上基本都是 烧杀抢掠 破坏家园 连半点积功德的事 都没给老百姓做过一件 老百姓碰上这样的魔鬼撒旦 除非提前告别人间 不然就算你藏得 最深最远的老林里边 一样逃不过项羽的魔掌 倒霉了吧 悲哀了吧 跑路了吧 后悔了吧 刘邦的心里不由得涌起 一阵阵失忆的感慨 看那一路上 行人欲断魂的景象 他脑袋墙里的缺氧 无力顾忌太多了 如果光阴真的会倒流 他重回鹏城高台之上 想起今天这般悲情之旅 他还会有心喝得烂醉如泥吗 别想了 跑吧 当时为刘邦驾车的 是好人夏侯英先生 他一路上并没有像刘邦 如此心潮澎湃 感触甚多 他的职责只是绿灯形红灯厅 如果看到楚国交警招手蓝车 他就要做好冲卡的准备了 当夏侯英沿路开车 穿过诸多难民的事 当然了我们得说清楚 这是一辆马车 他多留了个心眼 他渴望在难民当中 能看到刘太公等人的身影 于是他一路走一路寻 突然他就看到路边逃亡的人群当中 就有这么两个孩子熟悉的身影 那不是刘邦的儿子刘邦 以及千金刘鹿元吗 鹿元公主名字不详 我们暂且用刘鲁元称为他 那一年刘鹰才五岁 一个五岁的孩子淹没在人群中 夏侯英这个常年替领导开车在外的人 竟然一眼就能认出来 你真不得不叫人佩服他了 夏侯英立即停下车 把两个孩子抱车上去了 刘邦一看他真是又背又邪 哟 我的亲信干啊 我的宝贝啊 两个孩子好好的呀 哎呀太好了 可是突然之间奇怪了 你妈哪去了 刘邦一看孩子们无助的眼神 就知道没辙了 问不出来 看来吕志和刘太公他们 要么是被抓走了 要么就是被乱兵啊 给剁了 刘邦又是着急 又是心疼啊 却无可奈何 他只好对夏侯英说 得了 不管那么多了 咱们先赶路吧 刘邦没逃跑多久呢 就发现一严峻的问题 这储君呢 又追来了 刘邦再次陷入危险之中 刘邦焦急万分 拍着车吧 就对夏侯英说 快快快 赶紧快快点跑 怎么快反车上还俩孩子呢 这已经够快了 是你心急才嫌车不够快吧 也不管刘邦怎么乱抄抄啊 夏侯英仍然神情自若的赶着车 然而刘邦回头一看 储君像疯狗一样 就咬着屁股了 不能再慢了 再慢我就成刀下鬼了 疯狂的追君呢 迫使刘邦做出一疯狂的举动 他一脚啊 就把两个可怜的孩子 给踹起去了 又对着夏侯英说 我帮你减少车上负担了 快点给我用力的跑 骨肉成可贵 富贵家更高 若为逃命故 两者皆可跑 这就是刘邦身上藏匿的 另外一个可怕的人性的特点 刘邦就这么把他的两个孩子 给踹车底下去了 那么这两个孩子 是否就被储君给砍杀了呢 刘邦究竟有没有跑出 储君的包围圈呢